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现场这台是2007年的CRV三代 大家都想看五代 我就不要 我就要偏偏三代 三代是我对于它的外型内装跟它开起来的操控感 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代 而且我觉得它同时也是目前CRV里面比较容易入手的一代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入手不是应该要二代更便宜 对不对 可是我所谓的入手还包含到你回来的养护 因为现在二代一代的车子已经年代比较久了 然后也容易有生锈的问题 在这个零件取得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你二代一代甚至连安全气囊有的都没有 ABS也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一台它是刚刚好水饺 不是 刚刚好值得入手的一个CRV 这一代CRV 所以我才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想想这一台是2.0直列四缸自然进气的版本 SX的版本我们是有天窗的 然后这一台因为它也在我这一两个礼拜搬家的时候 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决定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台车有什么通病 以及最后会跟大家分享 入手的价格大约会是在多少钱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 我比较喜欢它的这个几个元素是 它当初其实这个车子是2代 3代 4代 5代里面 这台车是车高最低的 而且是车身最短 那宽度其实每一代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它开起来是相对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操控感是非常好的 前面是麦花城 后面是双A背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这一种 比较凸显轮弧式的 你看它的引擎盖的中间的这个隆起 这种有点让我们感觉有点像金龟车 你知道金龟车的双圆灯中间会有一条隆起的引擎盖 就会让你觉得说比较有肌肉线条的感觉 再加上它侧身的折线刚好 也凸显出这个轮弧外扩 所以其实这一代的车在路上 当时有很多人会去改装 Mercade无限的大包车身降低 改起来我觉得也还蛮有另外的一番风味 然后我们看到因为还没有整理 它这个第一个通病在这里 大灯很容易放黄 时间到了就挂了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雅歌 包含2007年的喜美 其实只要你有在使用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除了它的肌肉线条的部分以外 其实它的保杆 你看它的前方保杆 用了非常大面积的防刮材质 前面的防刮材质保杆很大 对不对 延伸到轮毂 这个挡泥板之后 侧群也是很厚的浪板 有没有 一直延伸到后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有越野极朴的感觉 然后当初配的轮胎 225 65 17 就很标准的尺寸 你看它的后保险材也是一样 非常大面积的防刮材质 所以看起来 我觉得它这个后面的折线也做得非常漂亮 或者它容量我觉得算不错 而且你看它的备胎坐下方 当时还很认真坐的时候 下方还有一层这个 隔一面 还很认真坐的时候 后面都没有了 之后都放一块板子而已 你自己去看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相对让我看起来 比较有一种粗犷霸气的感觉 你四代五代之后越来越斯文 它这个CRV 在1997年以前都是进口的 就一代的时候是进口 从二代开始变国产 所以这个是国产 然后当时全部都是米内装 我记得我有四轮传动的时候 才有黑内装 然后再一个它2009年年尾 2010年四 有小改款 3.5代 那时候就变黑内装 然后车头车尾有点点不一样 配备上有些微的差异 这大概就是这个CRV的严格 我当初我非常喜欢CRV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中间的这块板子 有没有 它可以折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啊 小狗可以走 而且你看它那边也有点烟器跟USB 都是可以跟着折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 然后两边都有一个中央扶手 好第二个通病来了 中央扶手很容易遛轨 起炮 脱胶 还有这个手铐的地方 这样 那个年代对应到 喜美也会 喜美也会 很容易脱胶 那没有手自排 没有方向盘换挡快拨 只有音响的快控键在这边 那当时它没有这个防化系统 有电子的后烧镜 自动的感应的雨刷 自动感应的头灯 双安全气囊 大概就这样子 呃后座啦 后座我觉得它的空间变化 我觉得蛮有趣的 除了这个拉这个拉柄可以翻过来以外 你的后座的椅背 也有三段可以调整 第二段 第三段 所以我觉得乘坐起来还算蛮舒适的 然后还有一个它椅子其实也可以翻啊 有没有 这边有个拉柄 这边翻起来它就这样 然后这边翻起来以后呢 椅背上这里有个挂钩 它可以扣到这旁边 这样不会放回来 所以我说它这个在空间上面运用 设计的还不错 前面是我开车的 我让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这个后座 号称180的大汉这样做很舒服 而且还可以躺 但我如果要坐直一点 上面的空间其实都还够 我如果把它弄得坐直挺挺 大概一个拳头 有人这样做吗 那你家是没有 以前坐到同学的车 上车就是各种摆烂的 有没有 随便推 对啊 就这样啊 坐同学的车应该都这样吧 诶干会不会开车啊 有没有 要不然就这样 在后面翘脚 对我坐别人的车我会这样 我就刚好顶住这一样 我就这样 要不然这样拉着 我是很少给人家载啦 可是我如果给人家载我就这样 软软 对 软软软 就是这样 爽啊 那有一些它天蓬也会脱胶 也是它通病 那在这个基建的部分啊 它比较常出现的问题是这个 含氧感知器 还有冷气 我跟讲这一台冷气是它还蛮会坏的东西 大概你开这台CRV一辈子当中 你至少都会坏一到两次以上 压缩机的离合器 所以它在冷气方面的问题是 比较常会出问题的地方 其余啊 载车基本上就我的经验 还有我瘦出的经验来看 没有什么太难照顾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很值得介绍给大家 然后它有这个双驱恒温的空调系统 然后这边有一个置物盒 这个置物盒的法师文 我觉得做还蛮有质感的 你等一下可以紧拍看看 我觉得做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种 比较粗糙的喷纱面的这一种 泰色的这种中控台 我觉得这个质感也蛮不错的 这个东西其实车厂可以常用 然后看这 看没有灯哦 没有灯哦 那你那边有吗 不可能啊 没有灯 这好像是偷掉的 应该比较顶级的它用 这里看起来像是要做灯的地方 有没有 然后这边就是 有的是那个灯 哎呀这个灯泡坏了 诶这里有个这个诶 诶在上次一样的镜子 诶啊跟那个一样诶 为什么 所以上次那个人家说 Budel再下来会有个眼镜盒 哦 我们没有把它掀下来 人家说是在看后座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看到盲区啊 不是啊为什么要看后座 为什么我一定要看后座 看你弄好那个行李箱里面的人 有没有爬出来 哈哈哈哈 没有啊我觉得管你看什么 反正我现在看是可以看得到这边的盲区啦 啊有人说是看后座状况 都OK嘛 对这下面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盒子啊 因为很不救手 而且你不知道要放什么东西 那像这个 HONDA的车 把排档设计在中控台上方的啊 其实这边多出来的空位 说实在 它真的 诶我记得是HRV也有很莫名其妙的盒子 哦啊反正就是可能是 有空位就不知道干嘛就随便做个盒子 就弄个盒子可以 对啊总比没弄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车子 等一下出去试车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车为什么我觉得它很好入手 然后大约入手价格 好不好出发走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强的Dual Lens 感开感送最公正 最好玩的娱乐城 幸美至乡 您所寻找的必然好乡 终于来了 CRV 大家都只想看五代对不对 嘿嘿嘿嘿 就会拍三代 我就是拍三代 三代是里面车长最短 车高也是最矮的 二三四五代里面 一代就不要看而已 一代的零件真的很不亲民 轴距基本上二三四代的轴距都是一样 2620 然后一直到五代 放大 砰 对啊五代又宽又长又高 最重要的重点 为什么要介绍这一台车 就是我这一两个礼拜搬家 我都开这台 哇真的是轻松血液 我到时候附上 我用这台载65寸一星电视的那个 呵呵呵 的那个影片 好不好 真的很好载啊 CRV真的很好载 而且开起来 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2.0真的 不软 有时候会有一种 你需要它 你把油门踩下去 它不想加速的感觉 就跟这个人到了一个年 男人到了一个年纪一样 会有那种 这个有想法没办法的情形 你拿这句话想说的吗 陈玉玲 不是好不好 Selina她爸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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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康永 我这很年纪啊 这有想法没办法 哈哈哈哈 而且它当初有短暂出了一批这个2.0的四轮传统版 现在这个都是前驱版 四轮传统版好像我记得卖 卖没几台 就没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再来一个哦 为什么我会说这一代是最亲民 因为二代跟一代已经真的太久了 坦白说以本田的板金来讲 二代现在应该盖生锈都生锈的差不多了 除非你照顾的特别好 而且啊我这一阵子搬家这一两个里面搬家 我都没有找搬家公司 我就每天就是用那个黑色塑胶带 我载个几代 载个几代 满载的那个大型的黑色塑胶带啊 这个大概可以塞到十代 十代 十代 十代的状况是 你已经看不到后档 哈哈哈哈 你看这边后面看去全部都是那个垃圾袋 我要搬家 所以我选的这台是还没有整理的 那我顺便在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帮它做了一个检测 除了外观的那些伤痕以外 我开起来觉得前面底盘有声音 那可能是这个三脚架啊 或铁套之类的 它前面是麦花城后面双A背 所以它整个操控我在山路上开 转向也都你看非常的精准 你看没有 你看 超洗礼 欸阿呆我现在 我今天不能亏你 我如果亏你的话 你会伤活巴掌 被洗斑 洗人残欸 还有出公宅 你有看到吗 那骗人了吧 我都觉得那合成怎么这么快 要不要 阿呆你现在晚上在家 还会有负面情绪 偶尔还是会啊 下次我跟你讲 你虽然你自己也是这种患者 有没有 下次你遇到负面情绪的朋友 有没有 我教你怎么安慰他有没有 虽然你正面不好看 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负面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难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连正面负面都没有了 还得了 有负面情绪的话就不会想看A片吗 真的不会 就没有那个心情啊 你应该 对应该要抱持正面的情绪去看A片 你有没有看国产A片 有啊 你有看国产A片的女生身上 都贴很多赞助厂商 世青有没有 你不觉得弄的那个很像F1吗 你会觉得那个男优在捅F1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会看得很粗细吗 很粗细啊 好不好拜托 不要再贴赞助厂商了 还是你要去赞助 哈哈哈哈 笑的 欸好像不错哦 以后我们那个频道 只要上标题就忘标 哈哈哈哈 以前女朋友会不会不让你看A片 不会 欸我觉得这个很分歧耶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分歧 就是有人就是不喜欢 男朋友看A片 另一半看 有人就是会一起看 到底哪种比较好 一起看嘛 吸收更多的知识啊 你是不会觉得它是 它有可能是强迫自己跟你一起看的啊 它也有可能跟你学的去 跟别人用啊 uh użyangle 干什么 第五遞 Erfahr常了 哇 这个车是那个150匹马力 是9.4还是5公斤米的员力 武速的 没有手自排 好吧也没有SPORT挡 什么小挡都没有 一切取決於你自己的右腳 然後它表定的油耗 四驅是9公里 高速公路14 平均12 但是我自己實際因為我都載貨 所以我實際開起來大約其實是在9公里 這是我自己測試的 這兩個禮拜來測試 唯一的一個缺點是它沒有防滑系統 2007年其實沒幾台車有防滑系統 我覺得這個休旅車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設計的非常的四驅取向 就是說它在四驅的時候 2.0的 你看我現在開的時期是非常輕快的 過每個彎我覺得都是蠻愉快的感覺 車子也不會過度彈跳 側景也不會太嚴重 但是它唯一的罩門就是它爬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聽到它IV-TEC開啟的聲音 因為你要一直踩得很深 所以它會一直開著 它會一直使命的衝 它這台車還有另外一缺點 它引擎腳到時候可能要檢查一下 不過這一代CR-V的引擎 原本就比較陡了 而且我跟你講它的引擎非常貴 到時候我們有換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好了 阿呆不然這樣 這台車到時候有沒有 阿呆再去拍一個 阿呆跟小陳羞羞 羞羞 羞羞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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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喜歡看你跟小陳羞羞啊 不然觀眾朋友底下留言 大家一定都喜歡看 你看我現在 有沒有 很大聲對不對 啊沒辦法因為沒力啊 油門一定要踩緊繃 我如果真的要爬山要加速 而且它檔位我沒有辦法選擇 這台車有幾個長線的問題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引擎腳比較陡 這個基本上無解 就算你換全原廠的它還是會微陡 沒有辦法完全以直車當初設計的問題 更遑論你去換什麼副廠的 有什麼泰國廠 什麼OEM的 那個基本上換了跟沒換差不多 所以陡這件事情可能每一個車主都必須要去接受 這台車比較大的一個通便 但其實它就 他也不會壞掉 他也不會不能開 那就是關桿不舒服 喔那你們說 拉牙漢堡 拉牙漢堡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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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牙 你知道是什麼啦 我知道的那個蜘蛛嘛 很難得現在年輕人今天有台語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都快要把台語歌用周杰倫唱 想要讓 想要讓現在的年輕人 能夠接觸到一點台語的文化 你衝衝一次看一些小魚翰 啦啦啦啦啦啦 這在那裡就這支燒酸 這支燒酸 這支燒酸 好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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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照顧你 你來照顧我 我照顧你 你來照顧我 不要這樣打我媽媽 別串燒 真的 我夭壽啊 台語金曲大串燒 我剛剛講什麼 拉牙漢堡啦 有一個人去拉牙漢堡 他點了一個漢堡蛋 有沒有 然後去的時候 奇怪 可以取餐喔 怎麼多一杯飲料 這飲料是附的嗎 那鬼才說 不是喔 那是drink 阿呆這個有中咧 有中喔 你笑到手拿不住喔 有 這個有中阿呆的梗喔 有喔 有中喔 我很像那個 你知道嗎 彩衣魚精 我媽的 我這個中年老年人 我媽的 要娛樂年輕人 是耶 就是 笑死了 好 我要講這個車開起來的感覺 山路 我剛剛都沒有講對不對 這山路其實真的 你看我現在不煞車 我們來過這個彎 真的非常的穩 這個基本上喔 我覺得它在山道上的表現 已經很接近低體盤的轎車 乘坐的人可能會認為它是做一台轎車 你看 你在路上看到這二代有沒有 你會看到很多那個輪胎蓋都不見有沒有 它本來應該有個蓋子 被看走喔 不是 它都撞壞了 它倒車最先撞到就先撞到那個 二代比較長是不是長在備胎 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把備胎計算進去 新的機名有備胎嗎 備備胎嗎 好像有對不對 有 所以這個流行都一陣一陣的 RAV4之前也有 對啊 所以我最喜歡的RAV4就是備備胎那一代 你看它山路其實只要我想要稍微比較加速 像其實現在我們時速60而已 它在這個斜坡上面它就拉到3000轉 引擎的聲音就很明顯 但是速度 加速度明顯是沒那麼足夠的 喔 來個下坡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它底盤的反饋其實還蠻硬朗的 它過一坑洞框框上下結束 不會有那種餘震的感覺 很輕鬆啊 這個車 除了隔音差的一些 哈哈哈哈 對 它這個 對對對 CR-V它有一個缺點沒講到 風切身 好 風切身是有的 可是我覺得喔 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這一代的隔音比二代跟四代好 有車主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感覺 我開過二三四五代 五代不要講因為那已經是最新的科技了 我覺得以二三四這些自然進氣 那時候還是自然進氣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我一直拿二三四比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它們都自然進氣 然後第二個它們的引擎的形式排氣量都是相近的 就2.0 2.4這樣 它們的車身尺碼的大小也都是一樣的 軸距也都是類似的 車身尺碼的差別都在幾公分而已 差別並沒有非常的大 然後軸距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拿這三代來比的話 我是覺得是比較相近的 好啦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這個車 現在市面上的價格好不好 這一代的第一批就是這個 2007年是第一批 2007年剛好交界 2007年的時候同時有在販售二代跟三代 所以我們這個是投批的三代 那現在市面上在收購的價錢 應該都在20萬左右 這個價錢基本上已經探底了 因為今年晶片的關係 所以二手車的市場非常的缺車 再加上我覺得應該有蠻多人 跟小師的看法一樣 覺得這一代CR-V是很能買的一代 所以我覺得在市面上這個車算是一台搶手的車子 價錢基本上跟去年前年都沒有差太多 我印象很深刻 應該是前年冠儀有開一台這個CR-V來給我估 它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 開台2010年已經小改款的2.0的 那時候我好像跟它估32萬還是33萬 那最後相同價錢它賣給原廠的認證中午車 所以我跟它的良質就從那時候解下來了 哈哈哈哈 要不要不要不要看一下 所以這個你想想看喔 一直到現在喔 07年還20萬左右 然後現在我們再估2010年的CR-V小改款呢 也差不多要將近30萬 所以這個兩年來價格往下掉的幅度 1萬2萬而已 這個就證明說其實它的價格已經在下面獲得一個支撐了 不太會再掉的車子 那所以這個市面上我們要買到一台車況好的3代CR-V 最便宜應該就是20幾萬 我忘記我這台買多少 哈哈哈哈 好我就用全部的行情 所以你要買到一台2011年的CR-V3.5代黑內裝的 大概就是30多萬 就這樣 始祖駕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入手這個20幾萬的車子 你會覺得說它15年 問題是以CR-V 現在一代路上都還在開 所以我覺得 你後面的這個後勤你不用擔心 然後再來一個你也不用擔心它會有很多問題 剛剛有一些通病呢 基本上你在網路上也都查得到 那基本上以外不太有其他很重大的瑕疵 什麼引擎會那麽吃水啊 變速箱會死亡閃光啊 洗車會漏水啊 哈哈哈哈 之類的 那好那些你都不用擔心 所以我覺得20幾萬來入手 一台這個算是很好照顧的一台車子 而且實用性很高的一台車子 那省油當然不如現在的新科技 但是我覺得以它的年紀 以它的西藝術 以它帶給我們的便利性 它的油耗我覺得是10公里 12公里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今天這個小吃自己比較喜歡的 CR-V的其中一代跟大家分享 不是我有這個車 我有很多世代喔 那我現在很怕酸民耶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們刻意要去營造這個車很棒 不是喔 我四代比三代還多台 因為那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這個年紀 有的人會希望買的車越心越好 好啦 我們今天再來跑14萬公里 剛剛忘記講 2007年的這個CR-V2.0天窗版的 跑14萬公里 那應該是20多萬啦 我不知道後面整體會花多少錢 就在拍整體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啦那要記得這個訂閱啊 沒訂閱的朋友 我就祝你下次說說話會被賞巴掌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 下次見拜拜 我跟妳講如果有個外國人來台灣你要教他一句可以萬用的名詞 你知道要教他什麼嗎 教他一句台語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驚訝 surprise的時候要說什麼 幹 不是 三小 有沒有 你覺得這個非常生氣 angry 對不對 要講什麼 三小 有沒有 幹也可以啊 幹也可以嗎 你可以中用啊 喔不行啊 你說幹的話 疑問可以用幹嗎 不行吧 可以啊 幹什麼意思 欸你有給人家加 加詞 我現在說不能加詞啊 對不對 所以幹沒有通用 唯一支持三小 呵呵呵哈哈 呵呵呵呵 吃到東西很好吃 喔有三小 有沒有 吃到這個東西好吃 幹好好吃哦 你看你又加了 你又加了 不能加啊幹 幹只能說是魚 欸 我今天出來錄影前 我才想說我不講髒話 要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踏入國際 哈哈哈哈 啊 新車都不敢找我們試車 因為我們會有髒話啊 給業主一看 欸幹怎麼樣 連業主自己都說 他可以說我們不能演 真的沒有車評講過髒話 沒有啦 那有車評來講髒話的 馬的也沒有嗎 沒有啦 消音也沒有嗎 沒有啦 小.. bout是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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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沒有這個東西 幸美至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